好了,第二段影片,這段影片是另一種問法 這種問法其實DSC有考過的 不過可能聽完你都不太覺得是說的 但其實概念上是一樣的 就是我參考哪一條呢?就是參考經典的題目 2014年DSC, People One,最後那條POP必唱題目 用這個概念去剩下一些題目 其實坦白說,你問我會不會再出一條那種程度的難度的題目呢? 我自己覺得機會就不太大 但是你可以用它的概念去刷一些短題目 或者是一些MC,也是有可能的 所以我就做這條題目給大家看一看 Andy 和 Benny 和六個人就排隊,一行橫行 然後問你簽在一起,這個簽在一起就... 總共有八個人 然後我們...第一個情況很簡單 兩個簽在一起就把兩個人當成一個Object 然後再加六個People 所以這裡變成七個人,七個Objects 7!乘2!乘2!乘2! 這樣就OK了,第一部分 好了,第二部分第三部分就是我想跟大家討論的 也都說是參考這個2014的問法 什麼意思呢?就是說,如果... 第二部分就問你,如果Andy 和 Benny 中間是其中一個人的話 隔開了一個人的話怎麼辦? 師傅就問你,如果中間隔開了兩個人的話呢 有幾個可能性? 其實那個做法是一樣的 那麼問題是怎樣做呢? 那我就去...當這八個人呢,就好像八條環線一樣 那為了方便我們討論呢 那其實我用一些數目字去表達這八個位置呢 會比較容易明一點的 好啦,欸,收成五個七八 如果我要Andy 和 Benny 是中間隔著一個人呢 他們可以有什麼可能性的位置放呢? 其實問題就是,即是例如 如果你Andy 和 Benny 分別放1和3 或者放5和7的話呢 那你就叫做中間隔開了一個人 那這個情況其實有幾個可能性呢? 那你去數一下,就是 如果你兩個站1、3 或者你兩個站2、4 他兩個站3、5 4、6 5、7 6、8 那,有六種可能性呢 就是Andy 和 Benny 中間呢 是站了一個人在那裡 那就是說 那個Combination 怎樣算呢? 那我就當其中一個Case 我就當,現在我就當 第一個Case Andy 和 Benny 是站在1和3的兩格 我就當第一個例子 1和3 如果1和3的話呢 那首先 剩下的那六個位置 2、4、5 6、7、8 其實就放什麼都可以了 所以這部分呢 就有六個 就有六個可能性 然後1和3 就是Andy和 Benny的位置 它兩個都可以交換 所以2 那另外啦 剛才都說了 上面數了 這裡總共有六個Cases 有六個可能性 所以你就再把它 成為六 那就做完那個B Part咯 那如果你是B Part 其實C Part也很簡單 那C Part我又畫八個箭墜 那又是啦 用回1、2、3、4、5、6、7、8 去表示八個位置 那如果Andy和 Benny 是站在1和4的話呢 那他們中間呢 就會成功隔著兩個人 那當然也有很多可能性 有幾個可能性呢 分別就是 如果他們兩個是站在1、4 2、5 3、6 4、7 5、8 那這五個情況呢 他們呢 就會在中間隔著兩個人 那每一個Case 為什麼呢 例如我當N和A站在1和4兩個位置 那又是啦 那旁邊那六個人 2、3、5、6、7、8 是任期的嘛 那所以任期的就是 6、8、8 那Andy和 Benny呢 又是 資家會調位 所以又是2、8 其實這法一樣的 不同的地方呢 就是可能性是少了 這個呢 只有五個Cases 那所以呢 最後呢 就成五個 那這個就是 DSE 說法 叫做問過類似啦 那如果你把那一種概念 抽出來 變成一個短題目 或者一條MC的話呢 那這種 Part B、Part C的問法 就機會相對比較大些 那我先說到這裡吧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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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